微微以笑2将由她接替郑爽,网友叫好,只有她才能取代郑爽。 突然间爆红的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让我们看到了校园的恋情,没有掺杂那么多的名语力,有人说这部剧有点像《最好的我们》或者说像微微一笑很清诚,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好,这部校园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特别是里面的男主角胡一天。 很多人看到这部剧《我们》单纯的小美好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微微一笑很清诚这部剧了,像当初这部剧刚刚播出来的时候,就收获了一大帮迷昧。 被里面校奈和被微微的爱情而打动了,这也成为了很多大学生想谈的一场恋爱,而已经毕业的人们,纷纷在后悔。 在学校的时候为什么不谈一起校园恋爱呢? 这部剧是根据小说改编的,当初开拍的时候书迷们都觉得有一部小说背了,但是当看到杨阳演的笑奈,正爽演的被微微都觉得还不错。 虽然以游戏为题材但是不失甜蜜的感觉,整部剧都充满了少女心。 很多人看到这部剧都重新找到心动的感觉。 但是电视剧总会有结局的一天,第一部结局的时候,网友们纷纷表示不舍。 很期待有第二部跟大家见面了,看过的朋友都知道第一部是讲述两人的校园生活,第二部怎么的也讲两人婚后的生活吧。 不知道婚后的羊羊会不会更加的接力气一点呢? 最近有消息说第二部要准备开拍了,不过很遗憾的是里面的女主角已经确定不会参演了。 粉丝的心要碎了一地了,第二部参演肯定要原班人马才是最好的味道。 网友们纷纷期待那是谁演被微微的这个角色,和羊羊组CP呢? 网友们纷纷列出了一堆明星,哪一个才能更加合他们的心一? 第一,有人说是迪丽热巴,不过迪丽热巴和羊羊站在一起并没有CP感,而且迪丽的长相比较抑郁风情,和被微微这个角色有点叉入吧。 关键是迪丽热巴演偶像剧有点怪怪的感觉。 还有人说是张雪莹,最近上演员的诞生我们看到了这个95后小花的魅力,可以说是演技还是不错,颜值也很棒棒,虽然张雪莹也不错,但是粉丝们还是希望是郑爽演。 不知道郑爽有没有听到粉丝的呼唤呢? 不过郑爽如今在转型,可能以后会少接偶像剧来拍了吧。 在娱乐圈的女明星们都是公众人物,一般是不会出现在人群大众场合,就算是来例假也是会让助理去买她的所需。 每当在她们,女性,的生活中也是避免会遇到一些有,女生,女性难以启齿的尴尬事情,她都会让助理去准备,能够方便快捷地解决小女人的小烦恼,据说会上网都能找到,哦,为了避免女性的尴尬,再也无后顾之忧。 不过粉丝们你的意见可能官方收到了,饰演被威威这个角色的不是迪丽热巴、张雪莹,而是和郑爽同样甜美可爱的赵丽颖。 不知道大家期待不,杨阳和赵丽颖组成新的CP肯定是看点十足的。 请不吝点赵丽颖 有颜值和才华,还有演技肯定能够撑起这部剧,而且赵丽颖活泼可爱,如果郑爽不演被威威的话,那么赵丽颖就是被威威的不二人选了,不知道大家同意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